老师好 再次掌声欢迎王国大王 好 刚才这个 刘宏老师也是你第一次 我们讲过一个 这个第一次 成功的 成功的 你觉得怎么样 超好 就是 专注的感觉也很好 而且 今天一小月 还说 也是 然后 我觉得成功的名字 非常 而且看见今天在现场 成功就说 但是大家都想知道 那有个肯定不平凡是怎么做的 下一次吧 下一次吧 对我们这次的这个 这个 什么 我觉得一定要坚持感 就是想要 就是说希望每年都可以 然后 然后 我也希望我们 都 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可以 一直做这个 我觉得 因为摇滚乐 还有 现场 音乐 就是在总统我们的乐部 那在这次音乐上 有什么是让你绝续 上一个试炼的 嗯 我觉得就是整体的这个气氛吧 还有整个的组织 整个的组织 整个的组织 非常的有 我觉得是非常有套力 嗯 比较专业 然后 在我们这些表演中 都很好 但是 如果 12年就的每一周 那有什么 你需要再感觉 就是 如果 乐部音乐局 在做下一届 或者第三届 所以我希望这里有五万人 哈哈 说得好一五万人 对 那您觉得 整个的这次音乐节目 当时也有很多的 不知 那这些音乐 你觉得有不关系吗 我不知道 我上台之前 之前的主演就是 不是 不是 我知道 这些音乐节目 有一个叫声音玩具 是吧 他们的主演 是吧 所以 别做什么 我也不喜欢 那除了这个 这个声音乐节目 其实这个音乐节目 有二十多时 有三万人 可以找到 这些音乐节目 可以找到 对 像声音玩具 还有像 我刚才提到的 我是上台之前的 那之前的音乐节目 之前的音乐节目 之前的音乐节目 刚刚到 没有 之前的音乐 听说 您的新专辑 要是 对 后期 可能 这个 回到 再有一个信息 就开始 后期的 对 应该是 在六月底七月初 这张专辑 大家就能听到 那这张专辑 当公司 您的专辑 有点 我觉得这张专辑 是 我做专辑 每一张都是 有点 但是 现在这个环节 我们的 这么快 不出专辑 是 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 不出专辑 可能 你的演书也不会少 出了专辑 也不会多 就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 整个全世界的大的环境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你热爱你 就能不能去创造 不断的评传 这是什么 有爱人 所以 这张新专辑 还有什么 希望咱们能 让你听到 之前有很多 我说的就是 汪峰老师的专辑 有一张专辑 就有一首 大家都能记得出一个 我说 你能想 评论 或者说等等 那这张新专辑 当公司 有什么 可以这样子 对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没法评价的 希望的 希望的 但是这真的都是很 对于我来讲 是非常坚持的 我不希望一首歌成十年 一首歌一遍十年 我不希望 虽然 观众的要求是没错的 但是 对于我自己来讲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好 好